首先先恭喜你就是赢得不容易 尤其是第三局 第三局领先很大嘛 就让他追上 在那边就是12分的时候 换边的时候那边是 你是比较不喜欢打后面那边吗还是 对因为那里其实是顺风 我觉得相对的球会比较不好控制 所以我觉得我在一换场之后 分数掉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是 我觉得自己在换场之后 转换的速度可能比较慢 在控制上没有做得这么好 因为看你很多就是那个反手 那边杀球都出界 就是杀到他左手 就是是为什么那么 就是为什么就是一直 偏偏就是要杀那边 很坚持 我很坚持想要杀那里 可是每一刻都没有进 大概应该有三四个吧 三四个 好吧 对我觉得那几个是比较 比较可惜的 因为都是差一点 差一点这样子 对然后我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那是一个感觉 就我觉得应该会在那附近 可是都出界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说可能就 因为跟他这种对手比又风势这么大 你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还是就是一定要打到很边 还是就是说 主要是先把球打进呢 我觉得打进其实算是一个选择 但是不是就是我一定要做的事 我一定要做的事 我是想要把球杀得很扁 就是很准 因为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半边 其实是如果我用控制跟他打的话 我是没有没有优势的 所以我觉得在有机会的时候 我就是要去拼拼那个球 然后就是要得分这样子 我觉得我还是会先把自己的准备做好 然后尽量的去降低失误 然后我再想看看我明天要怎么办 我只能在我下去的时候去感觉 因为因为我觉得我是 每天的状况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 我如果自己感觉不对的时候 我就会变成需要打比较保守的球 因为有时候感觉不好的时候 真的怎么打怎么不会进 所以上场前是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啦 我觉得就是自己可能要先比较专注 就是不能太松散 谢谢